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方便的函数 今天咱们讲一讲Postgres中咱们最常用非常方便的函数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我这列出了几个我在工作中比较常用的函数 推荐给您 咱们看 首先是一个判断字符串长度的函数 Lens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其实咱们做岁源的朋友都知道 这跟岁源的简直就差不多了 这函数名 第二个是什么 Cunkat 干什么 这个Cunkat的函数是连接两个字符串 这个也是咱们经常用到 接下来 Alias 这是什么意思 别名 咱们为字断 或说为查询结果 起一个别名 再接下来 Substream 这也非常常用 这是干什么 切割字符串 比如咱们字符串有个十个长度 咱们切成三个 切成八个 都可以 用到这个命令 用到这个函数 接下来 London 这也太常用了 这是什么函数 随机函数 它会给咱返回一个随机数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它的使用方法 然后关于 Postgres 其他的函数 我这有一个网址 推荐给您 让您有兴趣的去看一下 算了 我现在拷贝一下 咱们当场看一下 算了 稍等 我这起一个窟窿吗 咱们看一下我给您准备的这个网址 大家请看 这就是 Postgres 给咱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系统级的函数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但是全英文 我推荐您的这几个其实就够用了 就够用了 就不够用 您应该是看一下这个网站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实战演习我给您举了几个SQL的例子 咱们看看 这个 第一个 取出球员的名称 然后取出这个球员的名称有多长 做一个长度的判断 一会儿咱会看到效果 接下来咱们把球员的名称 名字和球队进行一个连接 中间加上一个反斜杠 正斜杠 把它们连接起来 咱们会看到效果 再接下来 咱们把球员和球队连接起来之后的字段 这是个新字段 对吧 咱们给它起一个别名 Alias 叫做球员信息 就是这个别名 这个地方 好吧 咱们通过这个爱子 可以给咱们取出来的数据 给一个别名 以示显示 好 再接下来 这个咱们经常常用 咱们这是干什么 Substrand 切割字符串 咱们切什么 咱们切这个球队的名称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切 切一个长度 比如说这个火箭 切完之后就变火 勇士切完之后就变勇 对吧 这个骑士切完之后就变骑 因为咱们从第一个字节开始切 切一个 一会看效果 接下来 接下来是咱们国内现在最 最常用的一个说法 比如说火箭 就叫我火 对吧 粉丝嘛 对吧 如果是勇士就叫我勇 所以你看 我就干这个需求 怎么说 咱们看 我这个地方 Substrand 切了球队的第一个名字 切了球队第一个字符 对吧 然后和我进行一个 干什么 空开的 租筛连接 那样的变成球队的手文字 一会咱们会看到 我用我棋都能看得到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随机数 它可能返回一个随机数 所以我通过这个slat 加这个随机数 函数 就能够现场得到一个随机数 然后干什么用 比如说 大家请看 这句话 一开始 咱们一到现在为止 咱们学的都是这句话 对不对 我选择用户表里面 所有的数据 对吧 但是今天注意看 咱们跟了一个order by 后面是个landom 这是什么意思 order by什么意思 排序 对不对 后面跟个landom 是什么意思 随机排序 换句话说 我每次去检索这个优则表 用这行语句 去检索这个优则表的话 它给咱出来的表示顺序 都是不一样的 这非常好啊 这个比如说 咱们再做一个抽奖的程序 把所有的用户都打乱 然后咱们随机抽的时候 会用到这种写法 好 那咱们再看下面这个写法 下面这个写法 跟上面一样 只不过再加个什么 加个limit1 这好理解吧 就说咱们随机去抽选 这个用户表里面的一条数据 这个跟抽奖更相关了 咱们把这个表打乱 然后顺序 咱们是更不可预知 对吧 然后咱们随机抽取一个用户出来 因为它有显示一条嘛 对不对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今天的效果 咱们从第一条开始 首先 首先我先进到我的数据库 PSQ Coma Blob OK 到数据库里面 然后咱们先来第一条 打印出什么 打印出圈的名字 以及长度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我这都是两个字 所以看不出来 应该是比如说 这个 故事天 比如说故事天 这就出来是三吗 对吧 库里 所以就出来两个字 但您知道这是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就可以 比如说我这有两个字符 所以说打印出来 二 接下来 这个就是说 检索一下 这个球员的所属球队 然后呢 跟球员的名称进行一个绑定 中间加一个反斜线 用空开的函数 试一下 Go 没问题吧 库里 在勇士 哈登 在火箭 阿渡在勇士 没有问题吧 阿詹 在骑士 没问题 OK 说到这个 知道这个骑士 我今天我还真重新看一下 今年的这个NBA 这个全明星 确实是这个詹姆斯发挥的很好 好 咱们再来 大家请看 这一句跟上一句有什么区别 上一句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第二个字段的字段名是什么 空开的 这是函数的名称 对吧 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说咱们在这一行里面 给咱们新的字段 提上一个球员信息的别名 试一下 Go 来 大家请看 这列的名称 就不叫刚才那个很别扭的contact 叫球员信息 这样可作性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别名是咱们真正编码过程中 经常会用到的 推荐给您 一定要使用 好 接下来 咱们显示球队的守闻字 用substrand函数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球队守闻字出来吧 勇火勇骑雷热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给前面再加上一个我字 这是咱们国内现在非常常有的说法 大家请看 我勇我火 我骑我雷 我雷海 我天 我热 我还热 我天 好 大家请看 这就通过空开的函数 然后加上一个我 再加上一个 把这个球队的名称 切到第一个字符 然后进行拼接 并给它一个别名写出来 对吧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 接下来是随机函数 咱们执行一下 看看出来什么结果 Go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大家请看 每次都不一样 什么意思 这个函数代表 从0到1之内的任何的随机的值 每次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样就能达到咱们随机的效果 比如说 我用这个值进行orderpy排序 会怎么样 看一下 Go 你看 第一出来是哈当 咱们记着 这个ID是265413 再来一遍 你看 235164 再来一遍 大家请看 每次都不一样 这样就达到什么 乱续抽出用户的效果 每次都不一样 对吧 把用户打散 让咱们帮抽个奖 多好 对不对 OK 每人都有机会 好 那么咱们再做 下面这个limit1 这是什么意思 随机抽选一个中奖者 一个中奖者 试想 Go 你看 神龟 哈登 白编 阿渡 阿渡 你看 阿渡现在中两次奖了 阿战 阿战也两次 手边 手机不错 白编 库里 库里刚出来 我库里一下 出来三次 阿战也出来三次了 哈登出来两次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说 我随机抽用户 用这个方式 非常非常的方便 咱们不用再说 在这个什么 科目端 Java 什么C-Sharp VB 在编码了 不用了 用Sickre 语句 就完全可以搞定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一些个方便的函数 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 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翻墙练量神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